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由于太紧急了 最近又比较忙碌 所以录一个Quick Video给你看一下 现在改款的 2024 CS5到底长什么样子 因为我身后有一架 这样呢 这个是黑色很明显 然后有一个是白金实银 Blatinum Quartz 白金实银长这个样 等一下我也会大概给你看一下它的外型 啊 啊 它的里面的配备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一次来到的很多架都是这个2.0的 因为呢 2.0是我们最热卖的款式啊 可以发现 啊 所以叻 介绍这个2.0的叻 就大概可以给你的概念 2024的CS5到底是 有什么东西不一样 老实讲叻 有失望的东西 也是有惊喜的东西 所以你把这影片看完你就会 知道 这影片发布的时间我应该不在马来西亚 所以四处仓促啊 再一次 啊 今天观众朋友们 讲一声不好意思 首先车尾部分 这边可以发现到它的那个灯呢 跟之前的CS5是不同的 它的灯变成两个L shape这样 如果你有关注国外的CS5呢 你就会 对这个灯一点都不陌生啦 因为在国内 哎 在国外有一段时间了 发布一段时间了 然后在Rim这边呢 它一样是17寸 这一款是2.0 High Spec 也就是一路来 销量最好的那个Spec啦 它一样是17寸 然后Taya呢 令人失望的一样 跟之前一样 Continental LX系列 这个LX系列呢 它的噪音控制是比较差啦 就是比较超一点啦 所以这是令人蛮失望的 可以看到 从侧面这边看呢 其实你有难分辨 它是新款还是旧款 除了那个Rim 一看Rim就知道 新跟旧啦 前面跟后面一样 是两个L shape的 然后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前面的Chrome 它前面的Chrome这边呢 跟之前的Design 就有一点不同啦 它的Chrome呢 你可以看到它前面的Chrome 它的Chrome是 就是旁边这边是粗的 中间细的旁边是粗的 所以这个跟之前的款式 也是有点不同啦 然后 在它的中网这边 就是水箱护罩这边呢 它已经换去这种啦 有点类似Mazita 3 Sedan 那种Design 之前是网状的 然后Yes 现在2.0的High Specs 也有自动跟车 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雷达 好啊 让我们来看Interior的东西 来到Interior这里呢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 它跟之前的叻 是没有什么不同啦 这台是2.0的 High Specs 有一个不同 是Meter那边 以前呢 它 最右边那个以前都是Analog的 现在它已经换去 最右边那个已经换去 LCD Digital这样子的 之前这个部分也是Analog的啦 之前这个部分是有点像那个G-Shot 手表的那种Display这样子的 就是没有这样 这样丰富的显示啦 OK 然后呢 你看 中间这个 没有变大 不像传闻当中的讲有变大 然后Gear Note这边呢 跟之前一样 Controller Note这边呢 跟之前的一样 座位呢 也是跟之前的一样 然后它也没有变到比较软 它的硬度跟之前是一样 啊 所以 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调冷气的部分呢 一样 冷气出风口 一样 Staring Design 一样 但是呢 这边多了几个Button yes 终于有自动跟车 跟CTS yap 这些是要在之前呢 是要在CS8的 sorry CS30的最高Spec才有的 现在 2.0 HighSpec CS5 已经有了 yes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一样 是有那个 路线维持系统 跟路线偏离警示 都有 然后灯方面 它也具备那个Auto High Beam 也具备Auto High Beam 这一次它的这个 方向盘后面 有Paddle Shifter yes 有换挡拨片了 CS5终于啊 不用自己再另外改了 因为我的这个 2018的CS5 是没有Paddle Shifter的 我还花钱去另外改装 现在这个原装就好了 换挡拨片 不好意思啊 有很多很平常的东西呢 我今天介绍 你可能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呢 因为之前的CS5 没有 现在有了 也就是这个咯 这个是什么叻 AutoFord Wing Mirror 也就是说你在锁门的时候叻 这个Wing Mirror 就会收起来了 你看 我知道你可能心里想 哎呦 这个很多车都有的 但是 以前的CS5没有嘛 所以现在有了 所以我就大概跟你讲一下 OK 然后呢 yes 它有这个 终于啊 终于终于 有这个Wireless 插进 而且也是有Wireless的 Apple CarPlay 所以 Interior方面叻 真的是没有什么不同 就是这样啊 这个部分 Memory Seat方面叻 也是一样的 这一台呢 是2.5 Turbo的 所以它的这个Meter表叻 是数码Meter表 而且它还有抬头显示器 yes S2.5 Turbo 最高SPAC才有它的头显示器啦 通常呢 如果是 CS5 2.5 Turbo 跟CS8 2.5 Turbo 都是All-Wheel Drive的 然后CS8 2.5 Turbo 在这边呢 右上角会有一个按钮啦 也就是Off-Road Traction Assist 那个给你越野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 这辆新款的CS5 没有这个按钮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 它已经把这个 越野的驾驶模式 integrate到这个 MI Drive MI Drive这边了 这MI Drive啊 它可以在 Normal Sport 跟Off-Road 之间切换 在你 切换的时候呢 它的Meter那边 也是有动画 你看啊 Sport的话是红色咯 多几摔一下 Normal是Normal咯 Off-Road越野 你看Off-Road的话呢 它的动画 跟Normal 跟Sport都是不一样的 Sport是 这样子的 Off-Road是这样子的 起步错下来 你看这个细节处理 周围有那种 很像山这样子 有山坡这样子的 这个形状 然后旁边呢 这个是 古铜色 好像暗示你走烂泥这样 Off-Road也是 泥土的颜色啦 这个动画做得非常的美 它的动画延伸到外面这边来了 在外观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2.5T 的字样 是在后面的 这个后面右手边的位置 给你知道 这辆是一个2.5T Turbo 然后Rim呢 19寸的IPM6 CS5都换上了这样子设计的Sport Rim 有人觉得旧的比较好看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啦 我们在看到了之后 所以不知道你的感想是如何 你可以发表一下 然后轮胎方面呢 一样 也是跟之前一样 是这个Toyo的R46 关于后面的Boot这边呢 它的容量跟之前的CS5是一样的 它并没有变大 但是呢 它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啊 之前的这一个 这个东西 这片东西 就是 打开备胎的上面这个毯子呢 它是一体式的 它不是像这样子双开式的 你看它双开式的哦 不错一下的 看了啊 它这样子 看它是爽开式的 它可以这样 这样子是可以expand到 给它更加深一点啦 但是我觉得咧 这样子的情况下哦 坐下来的时候屁股会痛啊 因为哦 它有一个断层这样嘛 你看 所以你的屁股坐下去 啊 就会被这个顿顿的东西哦 弄到你的屁股不舒服啦 所以是我觉得 在野外啊 野餐或者是在海边 坐在后面不弹吉他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困难的 啊 你看它是双开的 啊 这边 可以开哦 这你也可以拿掉它 对吧 啊 所以呢 简单来说 它就是多加这个 消功能 啊 让你的boot呢 有更多的用途啊 ok 像这个啊 它也是可以去下面那一层的 你看 啊 然后 来 这个 把它拉上来 这个设计啊 就有点像那个 pejo 3008 也是类似这样啊 你看 它就平了哦 平了的话哦 非常好做 我告诉你 ok 你看啊 啊 这个是平的吧 所以坐上来的时候哦 哎呦 非常好做 你看 你看 那个屁股 平了哦 啊 非常好做 哦 日本人以不变 应万变的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yes 所以呢 这个引擎啊 gearbox啊 切细啊 什么东西 都是跟该款钱 一模一样的 本期影片差不多是这样 我再跟你介绍一下 我是一个youtuber 然后我也是卖车的 我卖的是mazda的车 有卖mazda perjoke 要买车可以找我 然后勒 如果我没有买车的话 希望你support一下我的频道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like这个video share这个video 或者给我一点comment 你的每一个知识 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 我们下次见